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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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受死埋葬第三天从世里复活 并且升天他拿着书卷代表他得到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 他掌握了这个世界 并且这个世界成为耶稣基督的产业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这个基督的奥秘当然讲到教会 这是我们很清楚的 那就是外邦人要跟犹太人 要跟神的选民 要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弟兄姐妹现在还在这个状态的里面 所以教会最终要被提 然后与基督一同会合成为基督的心腹 并且要降临在地上 一起进入这个千年的国度 就是千禧年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见这些过程 这些过程都是很长的 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基督的奥秘是透过33年半 33年半就逐渐的显出来 那这个教会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教会 却是经过了2000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完成 但是有一天一定会完成 那弟兄姐妹感性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号筒第七号 号筒吹响的时候 这一切就要完全的成全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的心 保罗说 当号筒最后 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 他说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 15章第51节 他说一煞死 那眨眼之间 浩头末次吹响的时候 死人都要复活 那活人都要改变 那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 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面对这个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们 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不可摇动 要坚固 坚固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 是不会突然的 哇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主恩赖我们 让我们在最后的日子 我们极力的完成 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主与你同在 Amen